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介绍一下印度电影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是Ami Khan 这位明星是印度的刘德华 因为他从小开始拍电影,大概8岁到现在57岁 就是影坛的长青树 他除了是演员之外,也是导演、制作人和主持人 他主演过很多卖座的印度街片 亦是为社会上有些不公平的制度发声 所以他亦被《时代》雜誌称为印度的良心 首先介绍这一部,叫做《三傻大闹保内活》 我想这一部不陌生的,因为上映时 已经打破了全球票房最高纪录 主要是有三个大男生 他们进入了一个很著名的学校后,成为好朋友 而他们用很跳脾的方式去学习 亦用自己的方法来引导别人走出正轨 主要是学校内学的东西不一定在社会上有用 亦是非常有启发性的这部电影 再来这一部就是叫做《来自星星的傻瓜》PK 这一部就是印度的讽刺式喜剧情片 亦是非常卖座的 主要是讲述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 和一个记者做了朋友 亦对很多宗教迷信表示质疑 我记得其中有一幕就是男主角看到一棵树 他当时身上没有钱 所以他就把自己身上有条链掛到一棵树上去拜 之后突然之间很多人就去拜 和献上他们的宝物和进贡他们的钱 我觉得这是挺有趣的片段 这部电影也挺值得大家欣赏 再来就是《地球上的星征》 这部电影就是属于儿童剧情形的电影 主要是讲读写障碍的小学生 这部电影就是讲述小朋友 有读写障碍的小朋友 但是大人就觉得他是一个有问题的儿童 不知道怎么处理 刚好阿米卡小时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就用尽一切方法去帮助这个小朋友 这部电影也是很感动的 大家不妨洗心欣赏 再来就是《神秘巨星》 这部电影在2017年的印度歌舞剧情片 也是讲述一个小蚊女 很想成为一个歌手的故事 而阿米卡也是用他的方法去协助他 而上映之后大获好评 和赢得全国儿童奖的结出成就 亦都为印度的小朋友 带来希望 在这里是《神秘巨星》 《神秘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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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清楚的 Er bark 是一个疏交运动员 他的最大遗憾是没有给谷歌isini也取得金牌 他很想把希望放在下一代 但很可惜他的妻子只跟他生了兩個女兒 在一次學校,他兩個女兒被同學欺負 才展現出他們的率交天賦 他突然醒覺,就算是女孩子也希望能夠培育他們 為自己達成自己的心願 亦可以為國家和自己贏得榮譽 亦是一套很振奮人心的戲 再來,這套是未知死亡 這套是比較早年的作品 他為了這套戲,連到一生的肌肉 非常難得 他在很多不同電影中 他也將自己增肥,改變他的體型 來投入角色 他也很快可以減榜 和回復正常生活 這在很多專業演員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犧牲 但他也做到了 這套戲是 是翻拍很久之前的一套同名的電影 但其實 亦都是跟2000年的一套電影 是記憶拼圖有些相似的 這套戲是講述 男主角是有一個短暫的記憶 而他也很多時候 身陷險境 他如何透過相機和紋身的文字 時刻提醒自己 來逃過這些危機 這套戲是非常刺激 好看的 這套叫做印度暴徒 這套我認為是比較像印度的無間道 但無間道 無間道還更加曲折離奇 它可以變兩次生 即使在好人和壞人之間 這套是非常有趣的 這套是非常有趣的 創了印度電影史上 成本花費最高的影片 這套是非常精彩的 謝謝收看 按讚訂閱分享 謝謝支持 如果大家希望我多說些關於印度電影 就請你留言 或者你對印度電影有什麼看法 或者有什麼推薦 都歡迎留言分享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